我承接昨天的影片 我找了一首歌 我不會彈光這首歌 但我會在歌曲上A段 做一個節奏 然後飛上節奏彈一個Solo 然後第二次回來A 轉一個節奏 而飛上節奏 你會聽到為何節奏這麼重要 就是在同一首歌 在同一個速度中影響我們所有的Phrasing 這個歌叫Wave 是很特色的Standard 我未必會很詳細地拆解 如何去Thinking 即是如何去Improv 因為我很久之前學生說了 而今次我的Approach是有點特別的 因為用了不同的節奏 最重要是聽到節奏 以及如何跟隨這個節奏 歌曲的速度是104 104 不快的 我們先聽聽 我首先是Boss 接著我先彈Solo 我未必會彈光這首歌 即是Melody我夠不夠彈 第二次回來 我轉了一個深白的感覺 我會解釋我做了什麼 我們先看看 那麽很大 什麼東西 我們都會在一起 我會介紹給你聽 為什麼是這麼大的 中段 可能我出來Solo這次 好 等一下再介紹 是比較重的 接著我來吧 我來吧 我來吧 我去吧 我來吧 好嗎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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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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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所有的 335, LeSport, Yamaha 我都用 0.1-1-0.5-2 變成比較輕一點 但輕線是容易 我是為了這一點 Sustain 會比較好 我們回去練習 你練習甚麼 這個四個角色 D major 7 你練習一下 Rhythm 你不是改了這節奏 你覺得夠不夠 會將這節奏 extend 或 expand 但我不會 sub 即是 substitute 所以我是為了將這節奏 有一條 melody 譬如你 從沒有 以慶 disappears D 7 B9 d 7 B9 Sharp 11 我為了итесь B9 我可以加 是可以不加的 其實Rhythm很穩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標霸了 其實是可以的 我預先不是這樣彈 第一個 chord D B fret的音樂 真的嗎 A minor A minor 聽到 Diminished Scale Harmonic Mind 如果有Wave Funtour 大致上我不是看很多是Pedios 我是看Scale和Target Note 即是說我一個Bar彈一個BarLand 一個Bar彈一個BarLand 一個Bar彈一個BarLand Diminished我Target Note A minor 我也Target Note A-7 主要是D Major Scale 唯一不同的就是G Major 7 G 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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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7 這些是逃不掉的 一定是這樣彈 很漂亮的 你聽一下 第一句話我聽不到 A minor 7 G minor 7 G minor 7 G minor 7 來囉 D Major 我整首歌是用D Major Key Center 我聽D Major 為了避免有些音狀 我只能聽到D Major 我會在Target的音階段 很容易練習 第二段我做了另一件事 你上一段影片彈琛琛 我解釋給你聽 這是我偷鋼琴手 我聽West Montgomery Live at Blue Nook 總之它玩這首歌是Unit 7 在這首歌裡 彈琴是這樣的 Latin feel 這個歌是很漂亮的Samba feel 你再聽聽 我怎樣把這個Rhythm 這首歌記住是104 這首歌就是我之前彈的歌 但你始終會認為 速度沒有轉過 但我彈Solo就辛苦很多了 因為你看 我Clone一段 然後Solo一段 3 2 5 4 7 3 3 4 5 3 4 4 4 5 1 你為何做得好 由於104 音樂很完美 所以我嘗試很清晰 在D Major 7 我忽然想起帕馬天奴的 我便做了D Major 7 音樂 然後Rand在A minor 我試一下 我問你有沒有B-flat 我沒有 不需要混合清晰 不需要的聲音 不需要的聲音 我會救我的臉部 就是我的尾部可能會轉位或拼搏 但我設定的時候 譬如 D 好了 我會做幾次 我用 D Major Scale 但我沒有彈過 D-minished 如果我彈起來是你的世界 我試一次 我用了第一個 approach 它是 D-major 7-repeggio 我會這樣 像是Lantern 然後 你看到我練好了 始終都這麼大 當然不會 D Major 即是 Relative B Minor 或者 B Harmonic 你會否有一個 Melodic Dephrasing 會是 但我另一個 approach 我在 Minor 上來 這個很典型的Tow Pat Martino 只不過是 我不是彈得很順暢 如果我再彈幾次便可以退出 我全部都是 Sixteenth Note 我在頭兩個Bar 是 D Major B Minor 2-5 我在彈 C Melodic Minor A Minor D7 我在彈 C Melodic Minor G Major 我當然彈 G Major 然後是 G Melodic Minor 就是 D Major C Melodic Minor 它是 D Major C Melodic Minor 我彈少些 我待會彈一下 C-Log G-min B-harmonic Flat Melody B-flat Melody 好,高一點 B-flat Melody B-flat Melody 由于节奏没有改变 由于节奏没有改变 由节奏没有改变 我看你一看 這樣就… 咦 我好像又停不住 其實我一開始彈,就收不到 我一快的時候是一個肌肉記憶 其實彈慢的,很多時候是真improve 但我調查了這首歌 其實我很多學生都知道 他們通常學習,一起練習,一起彈 就execute得好些 在哪裡 學習的人最重要是這件事 對彈的時候 你看到四角104 由於節奏不同,整個phrasing都不同了 我先放影片上去 希望你有一個更清楚的畫面 因為我希望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可以 教到rhythm的課程 一集一集一集 可能要分十幾集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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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